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趣趣 那我們今天繼續遊玩環神節 那我們現在要尋找高氣的下落 那我們透過詹女的方式來到了松陽門 好 那我們繼續劇情吧 糟了 看來我們還是來晚了一步 又是這樣 失衡遍地 這種景象 我們倒要看幾遍 誰 是誰 公聖門主 是我 天雄門的銀千陽 你 你受我重傷 別管我 快去阻止 那人 太強了 你師父 跟牧長們 廚長們 恐有危險 快去阿 師父 咱們快走 這位前輩 那你不要緊吧 我不 不會有事 你們快走 你們快走 那 前輩 你多保重 這邊 這邊有寶物嗎 我記得沒有 老實說 欸 等一下 我們先進去 好 這邊一個迷宮很簡單 GOGOGO 這邊的迷宮很簡單 這邊一個儲存點 分岩之陣 給它燒下去 欸 我應該開修改器了喔 那倒有幾滴啊 77滴喔 欸 你們這些 全無幾十的老兒 他也不滋養力 窮掙 還不只是浪費時間罷了 你 你 我不是就一天尊劍地神力助你 老子就讓你錯過楊灰 哈哈哈哈 帶我開封曲劍 我再來看看 是誰會錯過楊灰 糟了 糟了 果然大師也去 糟了 我可以看到你 我可以拿到你 我可以拿到你 你 我可以拿來 現在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剑尾开封 你们就不是我的对手 现在剑尾开封 连死还能做运事吧 好 我就成全你 住手 嘿 又是你们 不是跟我说过 我就算没有神剑在手 你们也不会是我的对手 不过 这次我可不会再勤劳你们了 你们就跟着去挠口 一块死吧 刚好你们成为我拥有神剑后 第一次的事件对象 哈哈哈哈哈哈 咦? 为什么攻击我? 神剑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可是你的主人啊 你太天真了 你只是夜少化醒 岂有资格驾驭神剑之力 什么? 你说什么? 我没资格? 我 我又听见了 这是竟然这么清晰 你太难听得见我 因为你就是 天命注定的神剑持有者 什么? 我? 什么? 难道你倒是来历练我? 你其实是要选这个小子 你骗我吗? 你竟然敢欺骗我 那我就杀这个小子 杀了所有人 那你知道 谁才有真正的有力量 有资格拥有你的主人 好 反正这场必输了啊 就不花时间了 你等一下会拿 九一天真之剑 哇 这个绝杀剑 我还是喜欢神魔之传当中的那个绝杀剑 比较帅 我还是喜欢神魔之传当中的那个绝杀剑 各位 都是热射 诶 赶快打我啊 你干嘛 快点啊 快点打我 快点 OK 看吧 就说过我是最强的 就说过我是最强的 这小子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来吧 天明者 用你的心念 你最强的力量 否则 你跟你的朋友 就只要是 来 把你的魂 跟我融合吧 跟我融合吧 好 来吧 九一天真 五魂与你 你一样祝我 什么 其他那你 OK 这次要打赢了 好啦 现在不要考验我的 重组巨子的能力 我先把他干掉 不要这样的啊 呵呵 因为坏的比较好诠释啊 呵呵 喔 好痛喔 五千多地 呵呵呵 喔 两招 呵呵 昨天见证 高熙兄 你清醒点了吗 银兄弟 你 你杀了我吧 我还是这么多条人命 已经不再有资格活下去了 不 我不会杀你的 你走吧 什么 你这傻小子 千人留他为了 穆斯伯 请相信我 他的本性其实不坏 只是 老天也有瞎了眼的时候 高 高大哥 你还是走吧 如果你还认得我这个朋友 就别在那儿杀无辜了 英雄弟 我高气欠你这份情 永世不忘 现在知道我的威力了吧 就带着我走 离开这 你 你说什么 带你走 忘了方才出招了威力了吗 你曾经有这么强的力量吗 是 是啊 我从来没有感受到 那么强大的力量 那种感觉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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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就成了 那就不打扰绫雄凶了 OK 就这样 事情的经过 就是如此 所以想见雷掌文 以田窑派舍成命迹 将九月天そんな重装助剑甲 雷 雷掌門 我聽見了 只是從未親眼見過這上古神起 果然氣勢威靈非凡 那雷掌門打算怎麼做 何時也何法 戰女不必操心 只要一家神劍與劍甲交給我 我只會將神劍封回劍甲 雷掌門想要自己處理神劍 什麼 戰女可是不信任我天搖派 還是不信任我雷靜 雷掌門嚴重了 如果不信任天搖派 我就不會先著跑一趟天搖派 請你來貢商此事 只是 有何困難 只是這筆神劍 似乎有獲人心智之疑 我想在真相尚未明朗之前 這筆劍 喔 不交給我保管 還能交給什麼人 天雄門當代第二弟子 殷千陽 什麼 要天雄門保管 也得清爽方丈們 小子什麼來頭 敢跟我被相提並論 此覺非關 備份與否 而是此間與他似乎有疾身的因緣 神劍具神秘之力 是有自己的意識 非但凡然無法駕馭 甚至是觸碰不得 但不知為何 神劍多是與殷屍之溝通 希望能夠責他為主 嗯 荒唐自己 這種一面之詞 你們居然也相信 這個小子分明是想獨佔神劍 黑掌門 我方神月 用我個人的性命當把 我圖千陽 絕非這種自私之人 我也推偿過 因獅子的天命 確實帶有劍氣煞性 榮與劍性相合 異生當中 被得一把絕世明劍 雖然久離天尊 不會交給他持有 但是交給他保管 因是最有資格教育劍靈之人 夠了 你們竟然心意欲決 又何必多此意去問我 反正你們只是要我重逢神劍 你們就讓那個小子保管過來 再來找我吧 這雷老兒 何時變得脾氣如此失常 我真是越來越不認識他了 可不是嘛 我都已經覺得我脾氣夠大了 以往可都是他勸我咧 怪債 我妹姻先養 拜祭各位前輩 因獅子 我們剛才已經決議 這邊就有一千尊劍 我會在椅子殺親手包覆 然後 就要仗前交給你保管了 啊 我 楊兒 原因你就先別多問 你只要好好的以性命保管這筆劍 剩下的我們自然會打點 是 肖兄 心情好心了嗎 嗯 多些英雄的關心 其實並沒有什麼 對了 怎麼都不見榮葉姑娘和高姑娘 你 要不要去找找他們 OK這邊有劇情 老實說啊 當初這個地方啊 我原本以為會有 就是 結局會有不同的結局 結果事實證明沒有 所以我覺得 可能是時間不夠的關係 沒辦法做到雙結局啦 要不然這邊我覺得是可以做 做 如果 因為你選 第二個跟選第一個 後面的劇情 就是點下的劇情會不一樣 不過這邊呢我們會選第一個 我之前似乎 曾聽他們提醒 這生物觀有秀麗的景著 說不定 他們是去那 賞景志去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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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